大家好我是TJ又見面了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呢 雖然它也是品牌 但是它跟以往介紹的奢侈品不同 不僅不用花大把的鈔票去購買它 而且還可以打造出只有你才有的高級感 在這個人人機不離手的時代 大家一定很常遇到手機不小心滑掉 或者是敲到邊邊角角導致手機壞掉的情況 而如果這時候你的手機殼剛好是那種 只有好看的外表沒有什麼保護功能的手機殼 又或者是你們一定很常在網路上看到 什麼什麼超強或者是什麼什麼盾的 反正就是保護功能超級好 但是外觀醜到不行的手機殼 那麼今天的問題來了 到底有沒有一個手機殼 可以既兼顧時尚又可以保護手機的安全呢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呢 也是我自己用了好久的手機殼 沒有錯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就是Castify 影片的後面還有它的專屬開箱哦 Castify是一間快速成長的電子配件公司 平均每七個七十年代就有一個人認識這個品牌 他們始終堅持以揮灑創意和表達自我作為品牌核心 讓每個人都可以展現出只有自己的特色 不少明星藝人如美國女星 Jessica Parker YSL 設計師 聖羅蘭 知名男裝設計師 Tom Brown 都是他的粉絲 老實說 要重新詮釋一個涵蓋如此多涵義的LOGO 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工作 必須在不影響產品本身的狀況下 重新的喚起品牌的精神 後來他們確立了Castify大膽時尚 古靈精怪的品牌形象 既要保持時尚又不能太顯置氣 於是才有了現在這種清新乾淨的風格 只要稍微眨個眼裡就能看得懂 其次像是膠帶以及郵票也是他們的靈感來源 因為他們發現人們常常會使用這些東西 來打造屬於自己的專屬物品 Castify想要設計一個他們覺得既能表達自我 又能彰顯個性的獨特LOGO 因此不但要讓LOGO的角度看起來傾斜一點 像貼紙一樣 也把品牌中間的I加上一個點看起來就像一個人 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簡單明瞭的方式 來打造出一個既符合Castify的品牌形象 又可以彰顯個性十足的LOGO 2020年推出了ReCastify回收計畫 至今已回收了超過16萬個手機殼 並且透過他們的最新技術 將自我手機殼融合可回收物 以及植物性纖維 再造出新的手機殼 Castify Studio台灣手店內 當然也要響應環保設置ReCastify回收箱 大家凡是攜帶任意品牌型號的手機殼 是Castify Studio回收 就可以獲得他們產品85折的優惠券一張 還有你們知道嗎 最重要的是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手機殼可以看起來獨一無二 那麼就不得不提到Castify獨家的客製化服務 一直都很受歡迎 這一次Castify台灣手店也推出了專屬的客製化服務 省掉了必須等手機飄浪過海的時間 而且依據現場人潮 最快30分鐘內就可以取貨 而且重點是什麼你們知道嗎 他們完全不會收取任何其他的費用 好的接下來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我自己在美國官網Castify買的手機殼 那麼廢話不多說趕緊來開箱吧 好的那這個就是我在美國官網訂的Castify手機殼 那現在給大家看一下外觀 我覺得外觀的包裝還是蠻用心 蠻有質感的齁 那麼接下來我會用我的手機來進行開箱給大家看 好的那打開之後可以看到有兩個盒子 一個是我的手機殼 那另一個呢是我加購的一個掛繩 但是他好像記錯了 所以這邊不方便做開箱 我在這邊打開來會看到一段文字 我發現其實Castify它不管是手機殼 或者是其他的配件 它每一個包裝都非常的用心 一點都不馬虎 還有給你一張小卡 幾千塊的東西馬上被他做出了幾萬塊的價值 小卡好像可以打開 那我打開來看一下裡面到底裝了什麼 喔我還以為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他的使用說明啦 就是怕別人不知道怎麼裝的話 他這邊都有一個使用引導書 Castify我真的覺得他做得很用心 喔其實我現在有點緊張 因為我用的是客製化的訂製 對就是上面可以客製的那一種 然後是用草寫的 寫我跟Can的名字在上面 那我們現在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哇賽耶 太有質感了嘛 你們看這個 這個 這個雕坑 這個皮 你們覺得是一般手機殼廠可以做得到的嗎 而且我跟你們說很厲害的是 雖然我不知道用的是什麼皮 但是它的觸感摸起來真的很舒服 四個編帶大家來看一下 接下來我就要把我的手機裝上去 讓大家來看一下 裝上Castify的手機 質感看起來會不會更高一層呢 我覺得其實大家要買Castify的手機殼的話 背後一定要有些圖案或者是一段自己喜歡的話 可以讓整個的質感會看起來更加分 哈囉 以上就是關於今天Castify的詳細解說了 看到這裡你是不是也心動了呢 不僅是獨家客製化的服務 還有超級保護的外殼 我們仍要住好房子穿漂亮的衣服 當然自己的手機也要給它一個舒服的環境 而且它現在還有架構掛繩的服務 是可以掛在脖子上的那一種 感興趣的觀眾呢可以自己上官網搜尋一下 可以說Castify的手機殼不管是自己拿來用 或者是拿去送禮 都是既不是格調又有品味的一個好選擇 哈囉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按讚分享打開小鈴鐺 你將會收到最新的通知 想要看到什麼人物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 好那就是這樣 我是TJ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